日本這個國家其實是蠻奇怪的意思 有時候國家可以說到是 民主國家 真的是個民主國家 但是你說在這次辦這個 冬奧這件事來講 日本難民多數是反對的 是 七成 你為什麼要贏戰 所以日本人的思維方式 有時候我們是不太清楚 我常常講就是說 日本只要把地圖攤開來看 你就知道你中國是沒有辦法佔領的 你可以打敗中國 你沒有能力佔領中國 大概全世界沒有人可以佔領中國 結果你就打了它 你打了它以後打不下來 打不下來你竟然還會想去突擊珍珠港 就是說你捅一個馬蜂窩 滿頭都已經包了 結果你覺得還不過癮 你要再捅一個更大的馬蜂窩 再來叮你的頭 所以日本人他們很多的思維 不是我們可以了解的 因為這種高度 同質性很高的社會 Hildly homogeneous 這種社會這種島國 他們的想法有時候會跟人家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日本一方面真的西化的程度 歐化的程度 比亞洲其他國家都還要早 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就發現 有時候就是自民黨內那幾個派系的頭頭 好像決定怎麼幹就可以怎麼幹了 而且有時候他們講話那個方式 也是一廂情願的局長去講 所以日本的想法真的 我有時候不是真的不是很了解 像冬奧這件事我就覺得怎麼會去辦 當你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然後百姓都反對你 然後廠商的贊助 說錢給的就算了 但是我們就不亮相 你還要搬下去 所以這個就只能說民主性 日本這種民主性就常常一廂情願 中國我一定可以把他打下來 一廂情願 中國打不下來 我就先把美國打垮再來打中國 有這樣的人這很奇怪 那這個我認為這個是 這個事情會有後遺症 就是說這個東奧你自民黨硬把它辦了 然後現在這個疫情這麼嚴重 然後辦得不是很風光 人民的憤怒不滿增加 因為各國來的選手到結束了以後 大概染疫的人數大概會不少 現在越來越多 所以最後你就是 國際上的掌聲也少 國內的憤怒增加 你覺得這個政府 金議員還可以撐得下去嗎 我最後只想講一分鐘 這個中央情報局前任的局長 他說要用對付蘇聯的方法 冷戰的時候對付中國大陸 他可能要弄清楚一件事情 這是有點不太一樣 蘇聯當時真的窮兵獨舞 你去看看他參加 他在非洲打了多少內戰 安哥拉的內戰他也進去了 好多非洲支角內都參加 第二個他死在面子 因為美國跟美國有一個 北拉西洋公園組織 所以中國 蘇聯有一個 華薩公園組織 他拿很多的錢去維持這個組織的運作 另外外蒙古他援助很多 然後古巴他援助很多 而他的經濟力量又不是很強 所以其實蘇聯的垮台 這就財政問題 沒有錢了 來民生活 憤怒 櫥窗裡面買麵包 麵包店的麵包是空的 沒有麵包在上面 排隊的火大 這跟法國大革命前夕是差不多清新 所以蘇聯一定要解體的 所以現在要看中國大陸 夠不夠聰明 目前我覺得中國大陸謹慎 你看蘇聯後來打阿富汗九年的戰爭 把他打了人死了不少 還有整個財政更殘破 所以中國大陸他就很謹慎 像一帶一路來講的話 你可以推 只要不要花太多錢 然後我覺得中國大陸至少有一件事 他比蘇聯聰明 他不派軍隊到外面去打仗 對 你看現在一直到敘利亞 還有蘇聯的軍隊在裡面 蘇聯到現在還在打別人的戰爭 俄羅斯 所以最愛打別人戰爭 一個就是美國 第二名就是俄國 中國大陸是竭力的避免 這個是對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 在Burns講的話 大概是美國真的想這樣幹 但是我覺得真正的問題是財政問題 中共只要自己不要犯錯 那可能美國用盡手段整他的結果 會把他成長的速度會降低 而且可能降低不少 但是最終來講 只要中國大陸不犯大錯誤 他還是可以反彈起來 好 謝謝大家 一萬六千人在線 非常感謝一直往上衝高 剛剛地方委員說 他覺得大和民族很奇怪 那我們來看看大韓民族 好不好 大韓民國這次是怎麼了 好 我們看到這次 是韓國的電視台MBC 他們在東奧開幕式的時候 在介紹中華台北隊進場的時候 直接說台灣選手進場 其實我不知道要先講這個 但沒關係我這樣講出來了 我就直接順著說好了 好 直接講台灣選手進場 那轉播字幕在這邊 他不是用Chinese Taipei 他是用Daman就是台灣 那時常在韓國講台灣只會用這個字 或者是台灣就是這兩個字而已 就這兩個字 那他們不會用什麼中華台北 他們看不懂啦 那另外呢日本也是嘛 那日本的NHK解說員呢 也直接說台灣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 後來在韓網整個是炸鍋了 大家都覺得台灣就台灣啊 他們就覺得說用台灣有什麼不對呢 什麼之類的 當然引起了很多的討論 那當然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 是挑起了兩岸之間的敏感神經啦 包括了呢我們看到 這都非常的敏感啦 NBC轉播的過程中 所配的中國地圖 就缺少了台港西沙南沙群島 還有藏南地區只剩這樣子嘛 你說他們不會跳腳嗎 好 還有呢 環球時報就說呢 你這個在幹嘛 在幹嘛 在罵NHK說你做手腳 好 說奧運呢是聖節的舞台 張東熙必須要 踢出這樣的一個舞台 好 那當然這 我跟你講啦 你說這個就是政治嘛 永遠避開不了的政治 可是回過頭來說 你怎麼會這麼沒有Sense呢 我剛剛一開始講了說 大韓民族究竟是怎麼了 好 這是NBC電視台呢 他們在介紹整個選手進場的時候 會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國家 那他們可能也怕大家 對很多國家不熟悉 所以就會有一些 介紹的輔助說明 但他用的都是國商啦 悲劇啦 負面新聞啦 好 包括呢 介紹海地的時候呢 前陣他們海地總統被暗殺 居然用這個做介紹 還有說敍利亞呢 是以內戰著名 諸如此類的 所以引起了海內外極大的不滿 他們覺得是嚴重的外交失禮 當然這個節目呢 已經發英文聲明道歉了 可是韓國民眾不買單 他們說你應該要用 每一個國家的語言 一個一個的道歉 那你看介紹烏克蘭進場的時候 用的是車諾比核災 那很多人就會問我說 究竟韓國怎麼了 我只能說其實對他們電視台來講呢 就是操作過頭 就是綜藝化過頭 如果大家有在看 這有點題外話 有在看韓國大選開票的話 我個人是非常愛看 超級精彩 因為各家電視台幾乎是玩瘋了 他們可以把總統開票 或是像這種地方選舉開票 候選人做的是跟電競遊戲啊 或者是那種綜藝節目 選秀節目一樣啊 玩的是已經出神入化了 那個特效 聲光效果 做得超級好看 所以我是覺得這對他們來講 應該是無心之過 應該沒有惡意 但是呢就是沒有sense 因為他們完全滿腦子曉得 就是綜藝化 敬平 這個韓國的MBC電視台 其實他們大概是從1961年創立以來 在韓國是四大電視台 四大媒體之一 包括的這個SBS KBS跟EBS 收視率是拼得很兇 很兇 對 那這次除了剛剛千惠 你跟大家介紹 在各個 他過於綜藝化 他就是 我覺得有點綜藝化 甚至有點over過頭 他們想的就是收視率啦 比如說他們在義大利上 他們在義大利進場的時候 就放上那個披薩 挪威進場的時候就放鮭魚 我真的是覺得蠻好笑的 但是接下來我覺得不好笑 為什麼 因為他在敘利進場的時候 這是對台灣滿友善的 說台灣是半導體的 沒錯啦 真的對台灣算友善 我們要感到慶幸 對說是觀光半導體 他起碼 這個台灣進場的時候 他沒有放我們那個 之前也有鬧出那個鮭魚的笑話 鮭魚改名這樣 這個國家之前在那個 流行鮭魚改名 為了吃鮭魚這樣 但是 他在台灣進場的時候 台灣這一家 這個國家半導體 還有那個觀光業都不錯 還放了我們的GDP也不錯 然後還有那個 台灣的這個地理位置 很算是對台灣算是相當的友善 但是對其他國家 比如說敘利亞 他其實是想讓韓國觀眾 可能要增加他的印象 然後或者是連結他們 韓國觀眾 可能有一些稍微有國際觀的 或國際時事的 知道說這個國家是幹嘛 這個國家最近發生什麼事 比如說敘利亞 所以已經規劃韓國籍的一個俄羅斯人 他就非常不滿 他就說你為什麼不放四月號 是 對 這個俄羅斯的演員在韓國發展 所以他說如果大韓民國 今天他的代表隊進場的時候 我放一個四月號在上面 他其實就說明了說將心比心 所以他把敘利亞形容是 一個打了十年內戰 還沒打完的國家 就讓人家會笑不出來 所以今天這個 這一家我剛剛講 MBC這個電視台 後來在上個禮拜六 他就正式的在這個 全世界的他的全球的這個網頁上面 放了一個這個道歉聲明 然後說他們有點衝握的 我相信可能電視台裡面的高層 還有節目製作單位的 相關的轉播 轉播組的人員 可能都會被這個懲罪啦 但是剛好 韓國日本從外奧運以來 這一段時間 不管是為了出席奧運 或者是轉播奧運 也鬧了不少一些風波跟局 你也說明了這個 朝鮮半導永遠不缺新聞